我觉得作为明星转起来的主持人 应该对二人转这种东北土生土长的艺术 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那现场我想问一下露露 你说吧 有吃上了 我想问问露露 你第一次听二人转是在什么地方 我第一次听二人转是本山老师举办的 第一届本山杯二人转大赛 然后我是那个的主持人 是我第一次听到二人转 我也是那的主持人 咱俩一块 对对对 那您第一次听二人转是什么时候 那可能还没有你的 真的 怎么呢 我在安山曲团当学员的时候 当时我们安山曲团有一个书曲队 有一个曲艺队 还有一个地方戏队 那我们作为学员呢 每天要到茶社去听书 听相声听曲艺 你听不听也得听 是吧 这样耳濡目染 许多二人转的经典的剧目曲目 我都特别了解 是吧 那我相信今天这个小帽放风筝 您更是了解了 太熟了 对 那接下来呢 就趁着这个熟劲 咱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环节 那就是 情景二人转 我们要求呢 我们要求呢 我们四位二人转演员 他们原汁原味的演唱二人转 然后要求我们另四位嘉宾 按照这个小帽的情节 做一个贴切的表演 是 应该说是一个现场的二人转MV 对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情景二人转 好 好 一、二、一、二、一 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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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